大家好,我是阿胖 这样做的腊八蒜非常好吃 亲戚朋友吃过后都要打包带走 反而几个小时,一天就把大蒜变绿的那种腊八蒜 真的是超级难吃,给谁谁都不要 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腊八蒜呢? 其实是有原因的,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做腊八蒜,我们要选好大蒜 像这种白皮的大蒜,如果没有经过激光和其他处理 它也能够变绿,但是时间会长一点 而这种紫皮的大蒜,做腊八蒜非常适合 相比较这种白皮大蒜,紫皮大蒜时间短 而且颜色更加碧绿,好看,吃着也好吃 我们先提前把紫皮大蒜包干净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全程不要碰到食用油 如果天气好,可以放入晾框中晾干表面水分 天气不好,可以像这样用厨房纸 先把水分擦干 然后再用吹风机,把上面的水分给它彻底吹干净就可以了 水分变干净后,我们在酸尾巴这里给它切去一刀 这样醋可以进去的更多更足 做出的腊八蒜味道也更足 然后再找一个干净无油的瓶瓶挂挂 放入处理好的大蒜 像里面加入比平时炒菜多一点的食用盐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放一边 先腌上至少12个小时 腌好后,像里面加入一小勺冰糖或者白砂糖 再像里面倒入米醋 我用的是这种颜色的米醋,也可以用白米醋 但是不要用陈醋 因为陈醋腌出来味道会厚酸厚酸的 如果你喜欢特别酸也可以用陈醋 但是用米醋,效果会更好吃 最后再盖上两层的保鲜膜,给它密封保存 腊八蒜在我这边也叫冻绿蒜 冻绿蒜,冻绿蒜,主要就体现在这一个冻子上 放到室外,因为室外的昼夜温差比较大 昼夜温差大,蒜绿的就会比较快一些 这是去年做的,大概有10天的时间,它已经绿了 做腊八蒜一定要选择在腊八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就入酒了 19293949这样的天气比较冷,昼夜温差大 白天的时候即使温度高,这个蒜做出来也不会有死蒜味 这两小盘,颜色比较深一点的发蓝的就是紫皮大蒜做的 而颜色浅的就是白皮大蒜做的 无论是紫皮大蒜还是白皮大蒜 在选蒜上,一定要选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大蒜 像那种激光过的或者是浸泡过的大蒜就不能用了 因为它不会发芽了,不发芽就不滤了 在我这边,做好的腊八蒜为了更好吃 更好吃,我们还会像下面这样再给它多加一道程序 准备一些胡萝卜,提前洗干净,晾干水分 然后削去外皮,再用擦丝器或者是刀给它擦成细丝 刀切的话会更好吃哦 然后为了更好吃,准备一些白菜心切成丝加进来 戴上手套,把这些食材给它彻底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腌上一天一夜 这个胡萝卜丝也会非常的入味 胡萝卜本身吃起来是味道发甜的 这样和做好的腊八蒜揉合在一起 凉着,口味不单调 而且最重要的是颜色也是超级的好看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每年一到冬天,尤其是过了腊八后 我家都会做上好几缸的腊八蒜 吃的时候再加点小末香油 不需要再加其他复杂的调料 就这样简单单的做,就已经超级好吃了 尤其是到了过年的时候 用它配饺子或者是平时吃馒头都是超级好吃的 腌得多,我们可以盖上保鲜袋 然后用一双干净的筷子吃多少取出来多少就可以了 像这种经过时间慢慢浸透的腊八蒜 味道足,颜色也是漂亮 比那种一两天就绿的腊八蒜真的是超级好吃 喜欢的话就试试吧